这个总统蔡英文呢 他15号在脸书上头说呢 他要向国人报告三件事情 除了呼吁老人家尽速施打疫苗 还感谢这个民间捐赠医疗资源之外呢 他呼吁国人可以支持 平常会去也喜欢去的店家外带 帮他们一起撑过疫情的难关 不过对此呢 前立委孙大千他就在脸书上头指出了 蔡英文线上报告的三件事情 每一件事都在打脸他自己 首先呢不是老人家不愿意去打疫苗 而是台湾的疫苗根本不够嘛 有一些县市呢 甚至是要87岁以上的长辈 才有机会可以打到疫苗 但蔡英文竟然还有脸去拜托 各位老人家赶快去打 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吗 其次哦 这个民进党政府呢 有一年多的时间来采购 准备医院的基本耗材 还有各项的仪器 可是呢只会吹牛内宣 对于提升整体的医疗量能工作 却被死荡了 那么民间都比政府有效率多了 好蔡英文现在还有脸去感谢民众出钱出力 这不是一件很讽刺的事吗 最后行政院所推出的这个纾混方案 他也批评是完全无法涵盖 全部急需救助的基层民众 导致现在呢是民间怨气高涨 骂声不断 那蔡英文呢竟然还可以当作没事 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还有业者赶快去申请 这不是一件很可恶的事情吗 好另外再来看到是前副总统 陈建仁呢他也在脸书上头表示说 他说呢最近疫情已经受到了明显控制 不过呢对此啊 防疫学会理事长王润贤呢 他并不认同陈建仁的这项说法 他批评说呢公卫专家专门算数 这方式算出来哦不好看 就换个方式算哦 误导就是他的专长 王润贤说呢世界各国大多数染疫者呢 都是中老年人 为什么台湾致死率偏高呢 主因就是筛减量不够 导致这个母数不够大 原因就在于指挥中心之前批评这个筛减 未阴未阳 以至于这个疫情爆发之际呢 有很多民众不愿意接受筛减 前民党立委沈副雄呢 也以这个陈建仁之前哦 对这个顶峰的确诊数预测 4000到6000人 结果呢却是以600人为例 他酸说呢这段期间 专家看法呢 还有预测很少与事实相符 不但错而且错得离谱 沈副雄说呢这段期间 专家们的看法预测哦 很少跟事实相符啦 而且不知反省修正没有道歉 反而呢踏着过去错误的脚步 继续往前做错误推测 误己误人甚至误国 那么讲到这个纾困啊 现在申请的过程呢 也出现了一堆乱象哦 比方说呢在屏东有一间眼镜行 生意掉了快七成 老板是在网络上头直播 讲到哽咽到说不出话了 因为光贷款呢就要二三十万元 夫妻俩呢领到两万纾困也不够用 而高雄呢则是有这个 长照车队的问奖控诉说呢 纾困补贴三万块钱都进了车行的口袋 加油 疫情冲击眼镜行快撑不下去 老板悲从中来哽咽到说不出话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活不下去了 还有缴房租 再来还要缴账款 夫妻俩因为疫情 生意掉了快七成 去年没领到纾困一万 今年夫妻领到两万补贴 但光货款就二三十万 加上其他开销根本九牛一毛 没人要配眼镜 只能进护目镜跟面罩 只盼纾困标准再放宽 纪承车行在群组公告 长照司机是领月薪 不能申请纾困补助 结果有位问奖上网一查三万块 居然显示汇款完成入了公司账户 有公公司反映过 那觉得不合理 公司就是说这是公司的钱 不是我们司机的 当事人控诉旗下长照司机 近三十位的纾困金 近九十万元全进公司口袋 求证车行业者也理直气壮 公交机关所呈现的那个case 降低了很多就差很多了 可是他们薪水都不影响 业者认为司机固定月薪三万五一毛 也没少领 补贴应该全数归车行 但高雄区监理所已经要求车行缴回 将另外转给问奖 凸显疫情下百业衰退 纾困这笔钱谁该领 再度引发争议 记者屏东高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